天文会可是很喜欢抓人的 副主任紧张起来 万一回头被举报了 送到海沟监狱吃小米饭怎么办 怀师茫然的看着他 伸手从口袋里把自己的证件拿出来 还是原来那一本 升学深造 留职停薪 这职位他还奸着呢 这个 不能写吗 他犹豫起来 那我滑了 双引号 不 能写 能写 副主任干涩的吞了口茶水 挤出一个笑容 小 苛刻 怀师老师年轻有为啊 实在厉害 可没等他反应过来 怀师笔下停顿了一下 再写了一个灾厄乐诗 副主任的手抖了一下 可比起刚刚的监察官来 这个反而更容易接受一点了 天才哪里都有吗 不然人家怎么在象牙之塔开课了呢 嗯 常见 常见 紧接着 怀师的话将他嘴里的茶水差点呛出来 原案军团的临时校官这一节需要写吗 不对 这个好像是要保密的 不好意思 请您当作没听见吧 千万不要跟别人乱讲啊 你特么在逗我 副主任咳嗽了半天 喘了半天的气耳才云过来 不能讲你干嘛乱说啊 这种事情是能给自己这种混办公室的人乱说的吗 怀师的笔停顿了一下 又开始迅速的往下写 深渊除魔 又站了一格 又站了一格 副主任的表情抽搐着 欲言又止 指言又欲 低头看了一眼怀师刚刚进来的时候 殷勤给自己泡的茶 一颗刚热呼起来的心瞬间凉了一半 妈耶 我是不是要凉了 现在去洗胃还来得及吗 暗网传奇调查员 再站一格 副主任吞了口吐沫 眼皮子狂跳 恐怖如斯 此字断不可留 紧接着 魔女之夜受高者的时候 副主任已经麻木了 看到亚洲新秀赛继军时反而没什么反应 只是在眼瞳的倒影中 这个微笑的年轻人好像已经变成了哥斯拉的形状 磨牙损血 爪牙争鸣 他现在只有一个问题 是哪个妈卖批的家伙讲这个年轻人没有经验 要自己来带一带的 怎么带 哪个带 狗带的带吗 等怀师写到乐园王子的时候 只写了一个乐字 那么长的一行表格就写不下了 后面三个字只能拐了弯向下 还有一大堆有的梅德 忽然之间也想不起来 怀师苦恼的叹息 抬头问 精灵断头王和审判者这种不太正常的绰号 就不要网上写了吧 这时候 他才发现 不知不觉中 副主任的面孔已经快变成惨绿色 可以了 可以了 很多老师都已经不如你了 副主任艰难的挤出了一个笑容 那个 到这里就行了 剩下的事情我会安排的 那 我走了 怀师有点不确信 嗯 哎 好的 您慢走 副主任先是愣了一下 旋即疯狂点头 热烈欢送 一直看着怀师拐弯下楼 消失在窗外视线的尽头 才鼓起勇气 拿出手机开始搜索 深渊除魔炮的茶能喝吗 在线等 急 总感觉哪里不太对 怀师站在路中间愣了半天 找不到什么头绪 只能摇了摇头 明天正式开学 在这之前 他还得仔细做一下教案 顺带好好琢磨一下 如何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教室 明正言顺的进入教研室 最重要的是 如何通过这个身份 接触到象牙之塔那一本命运之书 在搞清楚这一点之前 他心里始终有一根弦紧绷着 难以放松 这些日子以来连拿出来翻翻都不敢 如芒在背就是这个意思了 每一次抬头看到远方的图书馆时 便总感觉那里有一双锐利的眼睛在盯着自己 等待他露出哪怕任何一丝的破绽 哪怕知道自己的伪装完美无缺 怀师依旧忍不住压力山大 所谓的做贼心虚 大抵就是如此了 路上一番长须短叹之后 总算平静下来 结果 刚到了家门口 他就看到了长椅上那个等待许久的学生 这一位突如其来的客人在门口玩着手机 终于等到他回来之后 便抬头露出宛如小白兔一般纯洁可爱的笑容 极尽惨媚和讨好 老师 您这儿缺学生吗 主修的那种 同一时间 象牙之塔的另一头 宽广到近乎草原一样看不到尽头的牧场里 在纯黑的高头大马之上 身着起手装的中年女教授吹了一声口哨 漫山遍野嬉闹的野马们便撕鸣着响应他的命令 驯服的集合在一起 排队走向马舅的方向 今天打疫苗 我这边人手不够 正好小圆你来 等会儿帮小姨一个忙 晚上请你吃饭怎么样 他回头看向了身后骑在挥马上的少女 正在发呆的少女抬起头 没反应过来 很快 察觉到小姨的疑惑目光 连忙点头 好的 女教授忍不住叹息 毕竟是自己从小带大的 她哪里还能不知道自己这个侄女儿心里在想什么呢 况且还有袁赵这个来象牙之塔第一天就出卖了自己堂姐的二五仔 你确定不报吗 她直截了当地问 机会难得 她现在还是一个白板心人 小姨的面子使得上 将来可就不好说了 圆圆抿了一下嘴唇 犹豫着 终究还是摇头 实际上她知道 哪怕不靠小姨的关系 只要她愿意去报名 怀师多半也是会同意的 她并不介意会多一个学生 但如今举棋不定的反而是她自己 原本她是应该在记下的 之所以来到这里 则是因为交换生计划 至于袁赵 那反而是个天头 因为浪过头了 家里干脆给她找了一个出了明年格的老师代几年 顺便可以让圆圆随时监管 圆圆这儿 家里没有任何安排 并非是重男轻女或者差别对待 而是因为对她实在太过信任 反而给了她最大的自由和选择余地 有袁家的关系和人脉在这里 还有在象牙之塔的小姨 只要她愿意 任何一个专业和教室都不会是问题 正因为如此 才不可能成为怀师的学生 因为她是袁家的长女 这是她独当一面之前最后的准备时间 真正作为袁家的代表者 去面对这个世界之前的成长机会 古典音乐赏息 袁家需要一个懂欣赏古典音乐的继承人吗 需要才怪吧 家族越是对她信任 她就越不能背弃这一份信任 真想不明白 你爹那个一年从头浪荡到尾的样子 是怎么叫出你这么死板的孩子的 小姨端详着她黯然的样子 无奈地叹了口气 心里犹豫着 这一次要不干脆顶着二爷爷的意思 悄悄给她把这事给办了 但怎么想怎么觉得 这事多半是办不成 而且到时候自己大姐还会来象牙之塔 把自己给办了 你说他们这一家子暴力狂臭味香头就算了 怎么就要耽搁自己水淋淋的小侄女儿呢 想到了这里 她就仰天长叹 而想到每天晃来晃去闲得要命的袁兆时 妾儿就不打一处来 都是姓缘 差别怎么就这么大呢 说起来 马粪也该产了啊 她莫名其妙地轻声嘻喃 就这样 袁兆开学之前的悲惨命运 被她愉快地决定了 十随管 会客室 房书端上了两杯热茶待客 而怀师则坐在沙发上 翘起腿 端详着坐在自己对面的那个少年人 那个只有十四五岁的少年顿时连忙勾起嘴角 露出无辜又纯洁的笑容 眼睛眨巴眨巴 满是敬仰和佩服 这就是怀师第一位找上门来想要专修古典音乐赏息 想要拜她为导师的学生 这一份对艺术的热爱不可谓不赤诚 而这一份对于怀师的推崇和敬意也不可谓不厚重 更加是雄厚 财大气粗 根本挑不出任何的毛病来 唯一的问题就是 这林家的小十九 林中小屋 怎么看怎么有问题好吗 说真的 我没想到第一个来报名的竟然是你 在互相端详了许久之后 怀师终究是先开口问道 说说吧 为什么那么想不开 哎呀 乔老师您说的这话 小十九委屈起来 我这不是热爱古典音乐吗 我还没点头答应呢 你先别急着叫老师 怀师赶忙抬起手 制止他往下继续胡扯 神情越发的怀疑 还有 热爱古典音乐 你 对啊 林中小屋震声说 整个林家都没有人比我更热爱古典音乐了 这话是实话 整个林家有一半的人不知道 古典音乐前面的古典俩字尔怎么写 另一半则不知道音乐是个啥 而林十九至少还听过至爱丽丝 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确实是最热爱的那个了 而怀师根本一个字尔都不信 他直截了当的提问 那你跟我讲讲 巴赫的本名叫什么 呃 林中小屋愣了一下 试探性的问道 他 不是姓巴吗 怀师沉默许久之后 忍不住冷笑 你连外国人姓名倒庄都不知道 他分明是姓贺的 哦 对啊 林中小屋忍不住一拍膝盖 恍然大悟 我想起来了 确实是这样没错 怀师 林中小屋 怀师放下了茶杯 雨众心长的叹了口气 我说 小林啊 哎 林中小屋疯狂点头 老师您说 你觉得我像傻子吗 怀师抬起手 指着自己的脸 还是觉得我就连这种谎话都听不明白 会相信你的借口 我就不问你为什么对古典音乐感兴趣 你起码要对我讲句实话吧 否则的话 请你立刻回去吧 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当老师的天赋 而且 林家的人 我收不起 这才是他最担心的事情 万一这小子忽然背后来一刀怎么办 到时候再搞笑一点 这刀可能都还是他送的 想想都害怕 您这是哪儿的话 林中小屋速容回答 我这不是敬仰您的为人 想要学习您的风骨吗 你他妈的在逗我 为人 风骨 我有这玩意儿吗 怀师的表情抽搐了一下 正准备说话 紧接着 他就看到小十九骤然起身 离开了沙发 原本怀师还以为对方准备愤然离席 结果却没想到 扑通一声 小伙子就趴在地上了 卧槽 你讹我 怀师吓得跳僵了起来 差点一脚把林十九踹出去 然后 就看到林家的小十九趴在地上 眼泪巴搭巴搭的流了下来 哭得那叫一个心酸和悲痛 怀师老师 我可是为您才来的象牙之塔 连家里都不回了 您不收我 我也没地方可以去 您为什么就不相信我的一片诚心呢 怀师也悲愤起来 我还没上班呢 你就忽然上门要报名拜师 还趴在我家地毯上 你让我怎么信你 您放心 在出门之前 老太爷吩咐过我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让我跟在您身边好好看 好好学 从此 小十九水里来火里去 任凭您的吩咐 如果有什么事情做差了 当场打死了仗 林家半个屁都不会放 就当打今天起家里没了这个人 说完 按照东夏的规矩 林家的小十九跪在地上 不等怀师反应 便对着怀师大礼参拜 邦邦邦几个响头 双手高高捧起一封老太爷亲自写的剑书 等待回应 寂静里 怀师愣在原地 明明一口冷气倒吸了15分钟 可脑子里还是一团江湖 实在是搞不明白 这究竟唱的是哪出 两个完毕 感谢大家的支持 这两天有点忙过头 我争取尽快搞定活动 发放奖励